我們這位 聽說到底的KO吧 我記得是主席府 王先生說到他的小黃瓜 點牙萎縮的現象 這個點牙萎縮 簡單說 在上面看起來是QQ妹妹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跟 跑不了紅蜘蛛這部分的問題 但是你的心味 特別的白 白到好可愛 有時候不知道是不是色偏還是怎樣 但是跟其他的一個蜘蛛 比起來他就是白的很可愛 這個看起來當然是看漂亮 看漂亮這當然是很漂亮 但是講白一點來說 這其實是給我們訊號 因為這應該是土壤的 一個這個鹼性 土壤的一個金性 土壤金性的時候 他刪成一個 鐵的吸收效益變壞 這個我們聽說明先了解 土壤鹼性 土壤鹼性 鹼性於鐵的吸收效益就壞 鐵的吸收效率很壞 鐵的吸收效率很壞 所以你要補一點微量元素鐵 這是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變白無 我們通常去看 因為那個蜘蛛看起來是不正常 但是沒有變形 沒有變形 比較不正常 他沒有這樣QQ搖搖 搖搖的技能 所以這種搖不差 沒關係 但是那個吸收效率很不正常 你要補一點點鐵 我們要注意一下 這個大概是第一 我們去做的這個工作 再接下來就是說 他還有一種的一個 可能性就是太過頭熱 高溫 高溫引起根部的吸收障礙 所以缺鈣 但是缺鈣 一般來說 如果是缺鈣 他的心位不是只有Q 他會歪歪的 這起頭起頭 你這個比較沒有起頭 所以這應該不是缺鈣 所以這很有可能 是這個缺鐵性的 這個缺鈣 這個缺鈣 所以這可以給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這很有可能 當然有的朋友說 這個不知道 這個病毒病不會這樣 通常這麼大棧 我們都會相信他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都沒有管 相信他是病毒病 在這個財布的角度裡面 當然今天我們是要跟他說 我如果不會農業 那個病毒沒有法理 每個人都沒有法理 我們就不用人 是不是這樣 那真的沒法理 真的沒法理 如果病毒真的沒法 但是我們都 以我們財布者來說 我們都沒有管理去相信 所以很多人說 你看到 知道消長就扣掉 問題是你能辦法斷定是消長 當然 如果是堅定外定的 扣掉問題是很難去肯定 是不是這樣 你那個又沒有肥料 那又只有鐵性 所以這種我們通常去判斷 你可能缺鐵 缺鐵 你用一點點的吸收 比較好的鐵劑 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還不錯的 這個 危險元素 你補充一下 不是說好 但是這個問題出現 不是說 補鐵是叫做治標 資本就是 剛才我跟好朋友說到 這個 有可能 這個減性的關係 所以土壤是不是要去注意 所以你這是 看起來是正在土壤的 不是正在這個 集職貸 你如果是說有土栽培 可能你那個培養土就要注意 如果正在土壤 我們就要注意 去切一下 這個土壤的這個 這個 這個狀況 到底是怎樣 所以我們是在這裡 讓好朋友 先做一下了解一下這個重點 所以這個 代謝上是這樣 這個進行 這提供你做參考 這 金性的這個問題 其實 這個 這個 生性的這個途中 是不會開金 因為為什麼生性途中 不會開金 因為呢 這生性的這個途中 零百條 所以呢 金就比較不會開 這用農林針的當改管 但是金性途中 不會吃肥 這不會吃肥 有幾多種的這個原因 有可能就是這個 因為它減性 所以這個鐵的有效性 一些這個美容的問題 鐵啦 木啦 這邊的這個 有效性 都會有鋼鐵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地方 這些蛋肥很容易流失掉 所以這個生肥 就不會說很好吃 不過你這個看起來應該是 缺體有很大的一個這個關係 缺體性的方法 這給我好朋友們 稍微做一個參考 這如果是缺微量元素 跟這個玉米素做那種 會增加它的這個效果 我們很多好朋友們幫我報告 說 增加一夾子的功力 我說 你是去吃到什麼東西 所以 有時候呢 都會給我們看 看說 這個我們都怕人用 那個就要用 叫你跟我說 你在電台就跟他們說 啊 每個人都噴那個 我說 當然我們電台就不用做 讓你來做就好了 就不用補了 是不是這樣 就不太簡單 很多這些東西 有時候會有一點點麻煩 所以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去了解 像這種 在我們財布裡面 很容易去看到 很容易去看到 尤其是碱性 如果我海口 越容易 在設施裡面 越老的測試裡面 越容易去參考 你用的肥 如果用如何 你用的肥 如果用如何 這個問題就越容易 我想說 你講的也很奇怪 用我們那時候 都想說 用比較好的肥 頭比較不會變壞 但是它會變碱性 頭沒有變壞 變碱性 因為你用太多 所以要怎麼一個 合理化施肥 我相信這應該是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這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先來了解到 大致上是這種情形 這讓聽眾朋友 可以先做一個參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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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